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我兔头 哈哈哈哈 所以破除一下谣言 开个玩笑 哎呀真是这个谣言满天飞的时候 大家都必须付出点代价 没错 如果你老带着别人就认为你 啊铁定了是个兔头 比如说印度我们今天啊还要聊印度 上一期节目播出以后啊 我们对比了印裔和华裔 在北美职场上的一些区别 哎得到了很多观众特别啊热烈的追捧 为什么我们跟那些无关人等啊 其实是没有兴趣去比的 印度恰恰在北美发展的 他就是说华裔有一拼啊 节目播出以后 我告诉大家 我又有一次机会啊 见了周围也是搞IT的华裔 哎很巧 我们必须说啊 我们讲啊印裔总体比华裔这个混得好 但是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趋势啊 不排除有个别的案例 华裔做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比如说Zoom的创始人 这个Eric 也叫Eric 也叫Eric 将来我们有机会会好好探讨 这个华裔的这个这些大咖 是怎么在北美崛起的 嗯 同时我遇到这几位啊 IT业的大咖也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要么现在正在管着印度这个国家这个市场啊 人家管着印度 要么就是手底下有很多的印度的同事啊 这两位都几位都是华裔 他们讲了一点啊 是我们上期节目没有提到的 今天我也想专门拿出来 各位探讨 那就是啊 印裔的顺从度 员工的服从度非常高 跟华裔啊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为此啊 我还做了点研究 我们请导播把这个图片放出来 哎 这是啊 权威的人力资源杂志 做出了一些统计 这个表格说明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员工 在上班的时候 他的投入程度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从2015到18年 由从17%上升到了22% 那就是印度裔的员工 他会非常投入 往下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的这个对比 大家到最后可以看到 那么在中国你看美国也不行 你看美国这个数字也下降了啊 当然比起中国下降的啊还算少的 中国从19%到了6% 那就是只有6%的员工 承认自己上班的时候全情投入 为老板挣钱啊 这个顺从度这些啊有关系 我知道杨天先生啊 这个搞这个大邮轮公司啊 搞这个给我们分享一些故事 航用公司呃其实您刚刚那个比里 你刚刚讲的这个这个统计数据啊呃 我也蛮有感触的呃在 我们我们自己公司曾经短暂的一段时间 请过一位印度的高级管理人员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的 他后来离开我们公司嗯 所以我的这个感触的很多时候呢 是来自于这个当年 其实在2002年一直到20 2010年之间我们跟我当时呢 我和香港一家很大的上市的航运企业 关系非常熟嗯 和他们的创始人董事长 和他们的ceo和他们ceo私交都非常好 后来那个ceo还加入我们公司 一段时间是英国人嗯 但是那个公司呢 他的那个中层的管理人员 或中高级的管理人员 几乎无一例外的大部分都是印度人嗯 有人有一两一两个那个香港 或者是这个大陆员工嗯 然后呢其他都是印度人 那在这样的场合呢 其实我好几次去参加 比如说那个ceo在家里面开的party 嗯然后他请了很多印度人 到他们家来参加party 那我跟很多这些印度的朋友 也变成非常好的朋友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服从度 和他们和英国人之间的交流 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一个一个环境 和这样一个一个机制 其实怎么讲呢 在印度人之间 他们有的时候也有怨言 他们觉得说在那个公司里面 其实他们有一些人应该能走得更高 他们就他们能力并不比 并不比英国人差 明白华裔也这样讲一个玻璃天花板 对有玻璃天花板对的对的就是这样子 那很有意思是呢 但是这样的怨言 在我看来没有影响他们和英国人交流的时候 所带来任何负面的情绪哦 有意思没有 所以说他们和英国人之间的交流 我的感觉呢是尊重 是平等 是服从 是这样的一个的混合体 所以他们是把自己融入了那个文化 嗯而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大部分的中国的员工 或者中国的同事里面很少能看到这样 当他如果感到有一个天花板的时候 他很快就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 而这种负面的情绪 就会带来工作当中的一些很多的嗯 这个纠结或者冲突或者负能量 对嗯对 简单就是国裔和和西方人的合作之间 可能存在一些隔阂 就是不完全像印度人那么那么水乳交融 就是那么自然的和西方的这套管理体系能够契合 中国会有一些就是华裔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不太顺畅的地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以外 我觉得还有个玻璃门 玻璃啊怎么讲 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呃还是讲那个公司 那个公司呢有的时候他每到这个过新年的时候啊 他会做个很大的party 在一个很大的会所去请个很大的party 那在那个party里面的当然就有世界各地的员工 包括华人员工 包括这个大陆员工香港人大陆员工 英国人然后印度人毫无例外的是 在那个party里面最受欢迎的是印度员工 嗯因为他们其中其中就是他们当中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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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后来加入的公司 董事会的一个一个印度员工 高级员工高级管理人 他就会在那个party的这个 比较进入了一段时间喝了几杯啤酒以后 他就会就着卡拉OK唱歌 那个那个水平是非常之高 而且他不断在唱歌的时候 还和人之间有互动 这样的呃这种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这个和人沟通的这种举止 你在西方人当中可能会看到你在华人当中很难 对那我认为个别能够在华人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 也许本身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华人当中 那些做的非常成功的人 但是人还是非常少还是非常少对这个 我这几位朋友也提到一个特点呢 我想是不是和印度的宗教或者文化有关 他们提到印度人的服从 他们强调一点跟我说不是假服从 嗯是真服从嗯印度员工打心眼里 想配合自己的manager把事情做好 就像杨天说的他们内部可能也有矛盾 谁这个进步的快一些 谁进步的慢一些 但是当一个项目下来当一个团队组成的时候 印度员工全力以赴的 嗯去支持自己的这个这个supervisor把事情做成 对这是很多华裔的最高层的管理人员 也倾向于很多时候啊觉得用印度裔啊 他就是顺手对有这个有这个区别 这个美政的作者跟我们讲讲 觉得他们和他们的宗教文化 他到底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都来自东方 我准备马上雇一个印度人 哈哈哈哈 听你们讲就好 我本人和印度人的这个呃交集 就仅限于朋友之间聊天啊 这样其实杨天刚才讲的这个啊 呃他在一个职场里面 他这种party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种交流 他不是纯粹为了玩的 对你在party里受欢迎的话 以后你会更被呃这个公司的上层给看中 然后就你就有更多的晋升的机会 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 就华裔有的时候笼统的讲啊 有一个玻璃天花板我得不到晋升 但是没有细节 杨天刚才讲的这个他就提供了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我在人际交往的时候 我们可能和印度裔的话 他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不一样 他们是不是天生爱表达 你看我们小时候看的接触印度文化 第一个事情是看那个流浪者啊电影啊 是不是啊他们好像能够善武 能够善武特别善于表达 而且特别特别啊有这个动力嗯去表达自己嗯 这个也后来也是为什么好像这个保莱坞文化 实际上他出产的这些影响力 嗯丝毫不亚于这个好莱坞好莱坞啊实际上 这个可能真的是有关系 但也和他的这种宗教传统啊比如说印度教 他这里边就是强调要忠诚要服从要仁慈要忍耐 这都是印度教的一些特点 印度教应该是印度的第一大宗教 比希克教比佛教都要都要多很多 对其实还有一个经济结构上的一个特点啊 嗯那就是印度三分之二的企业是私有企业 嗯就是或者是家族企业 家族在这个哈尔克就是在这种企业里边的 这种层级制度嗯 从进公司第一天起他就是这样的啊 于是很多人也就养成了以后 不管去哪家公司都养成这种可能比较 顺从自己的manager这样一种习惯 对嗯我觉得印度他从历史上来讲的话 和中国历史有一个呃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种姓制度种姓制度种姓制度的话 他是万恶之源没问题 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很不公平的没错 但是种姓制度的话呢 他能够固化这个社会的阶层 我们一般讲固化社会阶层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因为你你这个社会就没有活力没错 但是呢他也起到一个稳定社会的一个作用 呃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在种姓制度之下 你要你这个底层的人要翻上来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你的种姓就决定了你的地位 这个制度呢呃只是在印度表现的最突出 大家都说到了印度就是你是个种姓 你生下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永远不会改变 其实在古代的很多社会里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你看日本 你这个你的爸爸是开米店的 你的儿子孙子永远是开米店的 你是做协的 你后面就是永远做协的 所以日本有些企业上千年历史就是这么来的 嗯那在在欧洲也是一样对吧 在欧洲的话你你是一个什么阶层的 你就是一个什么阶层的欧洲从来没有一次农民起义 说是我农民要当国王 不可能啊谁也不会承认你的所有的人都不 欧洲最大的农民就是起义就斯巴达克斯 斯巴达克斯做他的目的就是要逃掉 而不是要当王 英国有一次呃14世纪有一次叫叫叫什么呃 泰勒起义啊 然后同时期法国还有一次查克起义 都是他他只是坐下来和国王谈判啊 你能不能捡我点税 这就是我起义的目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想我要我要去把你国王替代 中国不一样 中国从汉朝开始他的开国皇帝是个什么 是个平民嗯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说彼可取而代之 你是皇帝我可以翻上来把你带掉 所以从这个等级上来讲的话 好处是中中国很早就开始了社会流动 后来还有科举对 赵薇田舍郎木就登天子堂 这是可以马上改换你社会命运的 所以每个人都想我可能可以翻上去 这倒说实话我认为这倒是华裔的优势 就是说永远永远不安于现状 总想往上往上走一步 对当然这里面很多情况下就是啊 和你原来的这个背景 能不能和你新的环境有一个有效的衔接 对是一种比较融洽的这个发展 当然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这个进步性和革命性 好像就像毛泽西原来在毛选五卷里说的 说这个啊 马克主义千条万条归根结局只有一条 造反有理 哈哈哈哈 我们好像都有这样一个天生的一个心态 在里面是优势 他有的时候也是劣势 就是他是一个两面性 社会流动性很快的话 他是一个他是能够更更 呃有效的来选拔社会的人才 这是他的有效性 无他的一个劣势就是他的合法性出现问题 他上面那个领导嗯 总会防着下面 印度的领导是不需要防着下面的吧 我对他们没有没有了解的 我觉得其实刚才这个 Eric讲这个话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们将 我们讲的主要是服从力 对不对 服从度对不对 服从度其实非常奇怪 就是说我在看很多印度的朋友 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服从度当中啊 那个服从度和在中国的家族企业 当中服从度的表现程度是不一样的啊 有意思没研究过这个 因为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体系里面 他的服从度他是不反对啊 而印度的服从度 是我要把你给我这个工作做好 所以你看在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机构里面在中国的这个体系里面 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 很容易变成被领导的去拍领导的马屁 嗯而能不能够让领导喜欢你是你 能不能晋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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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嗯嗯但是在印度那个体系里面 他其实是有很奇怪的 就说第一个他服从度非常好 嗯你交给的工作他要做 但是在第二个在同时情况下呢 那个印度的被领导人还经常会和印度的 那个他就是或者说和领导人 包括是那个哪怕是英国人 他们会经常谈很多这个不相干的 东西甚至还会有些争执甚至还会谈哲学 甚至还会谈不一样的甚至谈文化 谈很多发散性的东西 这样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其实在中国的体系里面比较难找到 对有道理非常难找到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从从从这个角度来讲 当然这个可能比例会讲说这个是不是 语言的关系对吧能不能充分的 恰如其顺的表达自己的关系 我觉得当然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语言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他们的学习 是他们的知识面的丰富 是他们本身的这个思维的这个丰富程度 所以给了他们有很多和别人之间这个交流 甚至是这个我可以说是真挚吧 没有那么多负面的这个感觉是一种真挚 或者是从讨论是有这样一个氛围 而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这样的服从度 可能在这个新的这个大的这个西方的机构体系里面 是更更更有价值的更有价值的 我的理解是这印度的这个文化 他和西方的契合很早 因为他毕竟200多年这个知名嘛 所以他对西方的文化和管理 包括他的整个文学啊 他的知识啊知识背景啊 他会丰富的多 而我们是出于一个历史的原因 就是呃中国和西方一直是采用 一直是有一个隔阂 那这个隔阂呢 就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不了解西方的 你包括在西方的文化呀 礼语啊呃做事的风格习惯啊 这他跟西方人之间的这个engagement 这种这种交流或者这种契合比较少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突然有一个上司 是个外国人的话 你会比较比较难以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对不对你也你也在party上 你也你也找不到合适的呃 你你你去唱邓丽君的歌 人家第一首第二首还可以第三首 第四首人家听不懂了 你不知道你来对 从这个角度讲 印度裔在美国和我们用打引号的一个词吧 所谓的主流就是绝大部分这个对对对 英国 speaking population 对他们的融合都是很好的 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兴趣啊 你和他们重合都比较高对啊 在硅谷有一位啊 华人作者名字我一直忘掉了 但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写的非常好 他就讲他自己的体会 嗯在公司party的时候 不就是中午公司午饭的时候 印度同事也在他也在 嗯还有几个华人 华人要聊的呢永远是 什么时候能拿到绿卡啊 对对什么时候儿子能搞上藤校 哪家的培训机构最牛叉 对好像就是局限于在这些方面 但是印度人就是哎呀 现在有流行的什么书 对那个流行什么戏啊 哪部哪部就又讲了什么 对很显然人家聊了挺热闹 把华人啊就撇开了 嗯好像我们的关注点特别的单一 就这么几件事儿哪房价高啊 怎么让孩子上上哥伦比 这个就是我经常讲的 要么就是怎么拿绿卡 没有别的了哈哈 华裔的圈子啊 他对外部的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的 关心度是比较狭小的 对这个你真的是不能说人家印度人 怎么天天赋秉义啊什么 他确实他对这个社会的拥抱度很大 是印度的报纸啊 在一个local的一个小报都是英文的 嗯啊对吧 是是然后他他大部分的内容是 关于local这个证上面有什么事情的 对不对 但是中国的当地的local报纸都是中文的 然后呢都是这样那当然 中南海发生了什么哈哈哈 对这个可能是最吸引眼球 所以很多时候啊就像我们聊天 用上海话你们一下就知道 他是不是地道的上海人是不是 嗯嗯 我们听广普通话也是一下就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在中国呆过 嗯印度人和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 一听他们就明白 你到底了不了解这个社会 我是不是能跟你充分的交流 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作者他写的文章里面 除了那个例子以外还有 评价起一个事情来 我们中国人说聪明就smart拉倒了 对说一个热天气热hot 但哎印度人用热他说scotching 烤的难受那个热 然后说smart不是smart是叫institute 就是institute里面的既有聪明 又有稍微有点小脚脚脚脚脚 就是这个味道他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个可能是跟他教育有关系 就是英国长期以来就是培养印度的精英阶层 把他们培养成英国人 因为他是殖民地嘛 因为英国女皇是英国女王是印度的皇帝啊 是他女皇啊 英大英帝国之所以叫帝国 是因为他是他皇帝 他有个皇帝的头衔 所以你就包括像甘地像这些精英 都是在印度培训过很多很多年 他回来可能这个本地语言都还不如 他的英语好就是这样 所以他的精英阶层的话 他对英国的了解对英语世界的那个 那个那个熟悉程度是我们几乎无法去比的 我跟你说个很有意思的事 尼赫鲁就是在在在印度的这个甘地之后的接班人 嗯他对记者的说说他说我是统治英国的统治印度的最后一个英国人 他自我认同是英国人 所以你想我们那前两天聊的那个英国的这个首相的候选人 是他看上去是个印度人对吧 是他基本上他内核就是个英国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造成的因印度人的一个优势 其实那个Eric你刚才讲到啊 就是说这个他跟英国文化的这种水乳交融 这种长期的殖民地 包括他们很多人到英国去学习 呃我我当然都完全同意啊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 我觉得他其实印度本身的文化 他也很有他这方面的特点 嗯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说我我很喜 我很常常说啊 我说要了解一个国家 要从他们的饮食文化 要去培养对他们国家的这个饮食的这个爱好开始 嗯我相信一句话叫 you are what you eat 哈哈哈 你吃啥你就是杀人 你吃啥就是啥 对当然you are what you read 更真实你读什么 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哈哈哈看来我是比较没文化 所以我从一方面去搞手 而Eric就是从这个胃这个上来讲手啊 那个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一直说其实在我们家里面啊 如果说我跟我太太跟我孩子一起去 一起出去吃饭啊 嗯我常常喜欢呢 说哎我们去吃一个日本餐 嗯然后他们常常说我们去吃个印度餐 啊为什么呢 呃其实很有意思我也很喜欢吃印度餐 他们也挺喜欢吃日本餐 我一直有一这样一个解释说印度餐和日本餐 其实是世界餐饮当中的两极两个极 两个极端清淡和浓厚是吗 日本餐其实你吃的我觉得就是他本身的食材 对他食材非常好 对是食材呀 但是印度餐很有意思 你觉得他什么是他的食材 咖喱哈哈哈咖喱是调料吗 对对对对食材呀 所以说的很有意思 我我记得我在那个2004年吧 我曾经去过一次印度出差 嗯到了孟买 然后几天 然后去了一个坎德拉一个小城市 那个地方离巴西坦靠的很近 我们当船到那边靠的卸货啊等等等等 跟印度公司他合作 整整的大概六天时间 一天三顿全是吃的印度餐啊 从早饭到午饭到晚饭 当中曾经有一次说我们去找个中餐吃吃吧 过去看我觉得那个中餐跟印度餐也差不多 我还是吃印度餐吧嗯嗯 呃 在这个这个这个六天18顿饭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 今天这个鸡多好 今天那个虾多好嗯嗯 今天那个羊肉多好 从来没有人说过 都说说你看我这个咖喱好不好 我这个咖喱跟别人多不一样 所以说印度人很有意思 我觉得你去看他们是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各种各样香料所淘出来的不一样的咖喱 而自豪有的辣 有的比如说稍微甜一点等等等等 其实这一路吃下来哎 我觉得说印度的咖喱和咖喱之间是有很多不同啊 都一天吃三顿吃了一个月就能吃出去 我吃掉了我现在还吃不出来哈哈哈 那其实呢我在想从这一点你来看就看印度的文化 其实他的内在的内置的东西也许不是他那么关注的 嗯他是在这个这个食料的周围 他是在这个香料在这个点缀在这个条在这个喷条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加了很多他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我常常觉得就是说我常在内部的讲 我说如果说我们一个船上碰到一个问题 这个机器突然不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嗯一个很好的这个中国的轮机长在船上 会让我非常的放心 因为他会有办法去找出问题的本质去想办法解决他 对但是如果说他解决了以后 有一个印度的老鬼坐在我的办公室 那会让我以后放心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也许这个印度老鬼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轮机长解决的问题 以后他会把它写成一个men menu 哦给他记录下来做成整个公司的体系文件 就像调料就像咖喱一样在外面附很大一层 对可是你里面的核心无所谓 但是外面我给你做的很多味道出来 然后他就把整个这个东西 因为他只要调料好了 他就能复制所有东西 你鱼虾什么都没关系 所以他就把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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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做出来的这个这个规范化以后 他把我们进入整个体系当中 啊华裔负责干活 印翼负责把它记录 把它变成公司的资产 对变成公司的资产 所以说我我自己觉得说 我说他的这样的这个能力或者他的这样的文化和他的这样的才能 当然我们从咖喱引申出来的啊 嗯是比较容易作为你如果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说对对对这个才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对对对而不是说我做完这些事情就拉倒了 然后后面再来一个人继续再尝试明白 那你万一一个人没有那么好的能力呢 对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他是公司不同部门之间的衔接变得特别的容易了 变得特别通畅了 就是你这个实际上是个communication的问题 实际上跟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印翼的 他这个communication做的非常好的 也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对中餐其实你刚才举日本餐呢 我觉得还不是一个最恰当的例子啊 最恰当的例子是中餐啊 中餐才是真的就讲究那个菜本身 虽然我们也讲色香味对不对 但是我们做出来那个菜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讲究那个菜好不好吃 对对他是不是好看 他的就餐环境是不是elegant 是不是很优雅 这个我们不太重重视 这些年有些变化 这些年就以前你想想 中餐馆和韩裔的 或者说是和日餐馆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日餐馆很讲究环境 西餐馆就更讲究环境 对对对对 还有还有小提琴拉着 有各种各样的外围的东西给你 其实和那个咖喱是有点异曲同工的 对吧它是讲究一个整体的 讲究一个外围包的东西 他对内核的讲究不是不是 就简单讲中国人特别讲究实惠 对对实惠 外面我都想着 呃以前我在一个小镇上住的时候 我的邻居啊这些 其中有一个是新加坡回来的一个华裔 嗯他就在我们那个时候呢 我是在油田上每人他有一个小的自留地 很小很小一个自留地 嗯他居然在那个自留地上种花啊 哦花很漂亮嗯所有人都笑他 所有人都笑的你种那花能吃吗 不能吧你看我们家种菜多好啊 对对对对实惠ok实惠 所以我在我从这个杨天讲的 这个引起我的这个这个联想 所以我讲呃这个中国人讲究实际的 就是你说我解决一个轮机问题 解决就解决了对外的connection我不管了 不管对但是印度人就会和可能 因为我对印度的这个方面不了解 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西方人学的 或者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他说我的这个communication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我会特别去重视他印度人特别擅长的 除了能歌善舞以外嗯 像刚才说的沟通能力沟通能力哪来的 比我们还能聊比我们能聊多了就是 按中国话说会白火哈哈哈 就特别会白火特别能白火对辩论是他们的 对这个一大传统对对所以我认为华裔的孩子 我特别欣赏那些家长把孩子从小送到辩论队里面 搞辩论辩论是在美国从事 世界各地从事政治也好在公司的也好 你必备的一个啊技能不是吵架是把你的 把你的观点是说服就是一个说服 对我我把我的观点表达出来进行一个沟通 然后让你去觉得哎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样子 对而且印这个印度人啊也服这一套 大家知道佛经怎么来的玄奘 从从那个印度驮回来的 对对怎么驮回来的那叫无遮辩论大会 对跟印度所有的宗派大辩论 结果我们中国来的和尚玄奘先生对辩论 他就真认啊所以这也是印度他这个特别善于表达 特别鼓励这种公开的辩论的一个原因 我想这也是啊为什么他们的高管啊 在北美他就是多嗯嗯说到这里啊 我们上期节目做了以后有人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你们真是叫最美逆行者 我们是最美逆行者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在夸华裔多牛 你们非得做节目说硬益更牛 你们是这个最美逆行者 但是我觉得我们吧作为知识分子聊天 但是咱们就讨论一下对不妨碍 你看我们的像袁珍先生 像我去吃饭的遇到了这些华裔高管 对一样有很出色的 只不过呢我们把这个呃整体的现象分析一下 对我们将来这个族群的更开阔眼见 是有帮助的提到这个袁珍啊 我刚才还想到呃你知道他是他是他也叫 对对他是华裔的一个很很很牛的一个一个一个 但是你知道吗他的middle name 他中间那个名字就是一个印度人的名字啊 你说对你说我真不知道 他叫 Eric Sahar Sara好像他是不是娶了印度太太啊 no 他跟印度人毫无关系 他是因为崇拜印度的另外一个CEO 就是就他那个名字我也记不得了 就Cisco的 Cisco的 这有意思啊这个我们他很崇拜他 然后他就把他的名字 把那个印度人的名字放成了他的中间的名字 哎呃关于Eric的关于研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关于Zoom 我回头回头我们要单独聊一期 就看看他是山东矿院毕业的 对对对他山东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学校 哎在在中国在美国做成这样一番业绩 对真的是不得了我们将来要要好好地研究 对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读者里面 我们的观众里面对创新有研究的 对呃组织科学有研究的啊 这些欢迎你们踊跃报名 只要有料的啊 我们约您到我们的演播室来 我们一起参加讨论 甚至是辩论啊 你要是在纽约地区 康州纽杰森直接来了 远一点一张机票没多少钱啊 哈哈你过来我们一起聊 我们一起发掘我们 来自中国的这些啊 it男也好啊教授也好 他们和别的族裔比起来优劣 我们应该学习什么 我们应该继续发扬什么 说到这儿的时候啊 我还要讲另外一个词了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员工的服从度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领导力 当然上一期节目啊 我们聊了it企业 那这个推特啊这些非 啊不是facebook 推特这些公司 很多硅谷的大公司 都是印度掌门人 对我们来看看高校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高校 对比一下怎么样啊 我们请导播放一下那张图片 对在这里啊我们要隆重感谢旅美的学者 彭少先生啊 他也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 本身也是水平极高的一个学者 他看我们节目以后啊 想起他几年前做了一个研究 哎 怎么做的呢 就是把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大学排名前十名的拉出来以后 只考查三个学院 因为太多了没有参考性吗 工学院 engineering 商学院医学院 这些学院担任副院长以上职务的 印翼和华裔的对比 同时也包括学校里副教育长以上的 学校领导层 这是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印翼和华裔比例是16比1 哈佛商学院不用说了 哈佛商学院几个副院长都是印翼啊 那这个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印翼在学术界 他这个领导力也是有点这种一技绝尘的感觉 哎呀我想听二位聊一聊 为啥在领导力方面 印度印度裔也显得如此的这个超群 杨天你可能有具体的一些例子 应该这么讲吧 就是我还是讲我所了解 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的例子 那你现在在看 就是说我们刚才你讲了说 那个印度的那个中高层管理人员 他们在文化上面 他们在体系方面做的多好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现在在看的时候 你就说在我们那个全球的这个 船舶管理这个行业 越来越多的高管都是印度人 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本身的起步的台阶 也比中国早比中国也高 那么慢慢的至少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 当英国或者很多的欧洲国家 他已经长远的没有这个 比如说轮机在海上工作这样经历 船长在船上工作这样经历 当他们慢慢退下来了以后 他们唯一的选择 就是在目前任中高管的那些印度的 那些那个中高级的那个管理人员 所以说而且呢他们文化当中 本来就是无线 无缝衔接的 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 在我看来 他们这个进一步的慢慢慢慢 这个升上去让统治了 或者也不能说统治吧 管领导了领导了 嗯那么多的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 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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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情况 他是一步一步台阶上来的 对我所看到的这个提到这个这个 中国华裔对领导力的理解和西方领导力作为一门科学 好像中间还是有一些巨大的差异在里面啊 我查到的一些关于领导力的一些资料 一些呃客观的数据 他们都提到有一点印翼身上表现的特别的明显 也是和印翼的这个哲学和文化传统结合的很紧 像我们上期节目谈到啊英国二选一的这个候选人 在新纳克的时候就提到他宣誓就职财政部长的时候 案子是博家凡格啊他们这个最著名的经典 对有专家研究像他们的经典里面透露的信息啊 就和印度的传统性格和这些高管的内心驱动力有关 为什么嗯博家凡格讲的就是这个一个王子兼战士 要和敌军发生激烈的这个战斗了 但是在大战开始之前他犹豫了彻夜难眠 是因为对方的队伍里啊有自己的堂兄堂弟兄弟 有自己的心律子们你看这个战争开始之前 他把这事拉到了伦理哲学 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打这个仗这样一种高度 所以整个博家凡格就是从这里来的啊 那么这种呢有人引申为这最后体现到今天 就是印度裔的高管印度裔的这些领导人 体现出的超强的自制力啊 把为了把这个东西做好 做出超凡的一种自我控制啊 他们把这归结到他们的宗教的这些传统上 我不知道艾瑞怎么看这个领导力的这个区别 我倒没有没有感觉就是你说到自控力的话 那李嘉诚的自控力非常非常好啊 那当然人中龙凤这个顶尖的都是一样的 但是李嘉诚在亚洲发展很好 我们在北美并没有看到啊 像我们刚才列的表格一样 就是我们至少在高校这个里面 因为中国的学学者搞学术也是很厉害的嘛 对但为什么院长副院长16比1这么一个比例 但是他那个院长副院长的话是知识分子 嗯就是中国里面讲的读书人 是中国的读书人是始于去追求权利的 就是说你讲的啊有道理 始于当官啊始于当官 就是我们把这个追求更高的权利 更高的管理能力 这个被认为叫当官 就是这个当官这两个字本身就有一点贬义 对不对对 然后这个你要想当官人家会说你有野心 对毛主席毛主席经常批评 我们的党里面有野心家 野心家 野心家难道不好吗 人人想当官难道不好吗 不在中国文化里你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是不能这样去做的 你可以为帝王师就是我去辅佐一个帝王 中国的帝王几乎啊我没有没有完全几乎没有知识分子吧 全是草莽英雄吧或者是将军对吧或者是军阀 还真是开国基本上都这样对吧 他没有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你要想去当当那个的话是比较比较困难 所以但是反过来呢呃因为我一直对印度文化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我不敢去讲印度文化 但是我觉得印度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 你不管在古希腊也好 在罗马也好 你要想当一个执政官 就是想当一个一个顶顶级的 你是需要去竞选的 那个时候就有竞选了 对吧公开发表政纲啊接受 你刚才讲刚才讲到那个辩论对 古希腊公元前三百多年就专门开课 叫就叫rederic就是讲这个辩论修词学 就是中文的这个翻译有问题 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叫修词学 他是对翻译有点问题对吧对 然后教你怎么去辩论 教你怎么去说服别人 他的背景就是大家都要去争那个权利 争到那个权利你才能够去去去当官对不对 那么反过来的话应议他可能就会很自然的 就是我要去争取这个权利这个副校长 这个校长就该是我的 然后为了这个目的我不断的去表现啊 这样子但是怀疑呢他可能会呃 出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是我有野心啊啊 我安心的做好我的教授不是挺好吗 会不会带来我不知道的一些风险啊 对然后他可能他也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对 我怎么去就像你讲的party里面 我怎么去讨好不叫讨好 你看这个词又是个负面的对对对对对 这其实是是一个交流就是让让让领导 让我的上级对我更了解对我更赏识 然后给我更多的机会去上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缺的 其实刚那个Eric讲到这一点啊 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可能在中国的很多词里面领导力 不算一个有负面的含义的词 但是除此外外除这个词以外 在这个词的周围的很多词都是带有很大的 对对对包括你讲的演习对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理解说在中国 他很早以前在这个 在这个儒家学说作为中国这个主导学说以后 他讲的就是君君臣臣富富之责 富富之责 因为前面我在跟Eric聊天的时候 Eric那个讲法很给我一起发 他说中国这个结构里面 皇权代表的是富权对 所以你说你本身你的爷爷肯定比你爸爸大 然后你肯定又比你爸爸小 你怎么想去领导这个事情呢对吧 当时我们在你要争夺权力的话是一种 僭越对是一种僭越就是这个权力是呃 周朝的整个这个这个道德框架 就是建立在家族的这个东西上 家族的辈分是定的嗯对吧 你要想你要说我要争夺你的 争夺一个权力的话 这个是有点僭越的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我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我不太能改变的话 那么本身这个华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肩负的这种他的负担就比较重 他每一次去挑战权威 或者他每一次想marketing他自己的时候 他就带着可能就或多或少 会带这种富就富就感对 其实完全不必要的富就感 是历史给你的富就感啊 嗯这样就往前走很难 所以说我所以说再反过来讲 就是我们就讲到做帝王师 我们再反过来说 我们比如那时候看到说东周列国时期 嗯那个时期可能那个军权 那个卢家学说也没有完全建立 对对对对在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是觉得还是有不少的人 摆后摆家真名摆花齐放的时候 还是有不少的学者他拿自己的这个理论 去周游列国去想办法去卖给去present 就是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发觉说从秦以后 从汉以后再以后 那你就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你最多就是跪着上个褶子而已 对对对 其实挺遗憾的 其实呃我我自己觉得呃 当然我们和那个时代已经走了很远了 但是在精神方面还有一些影响 我们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大 在我们的基因里了已经 而且我自己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呃 从文化批判角度来说 我认为跪着 从这个形式来说恐怕已经很少了 嗯但是在 他们的presentation在他们表现当中 特别是你对你的领导对你的上级 在官场在那个机构结构当中 其实我觉得比比皆是 嗯有道理有道理 时间啊也差不多了 今天我们又聊了哎 应益领导力和服从度 有科学研究的有数据支撑的啊 和华裔的一些对比啊 我们再说一遍啊 我们没绝对没有妄自菲薄的意思啊 我们觉得也不是这个最美逆行者 而是哎咱们跳出自身 跳出自身一些限制啊 根据一些有意思的材料来分析出一些 对大家对我们这个族群都有帮助的一些现象啊 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嗯那么结尾之前 我们刚才提到印度裔读书啊文化欣赏的文艺作品啊 这个跟整个社会的融合度都不太一样啊 那么推荐书这个环节我就想到什么呢 大家在美国我认为啊是多看英文报刊 对百分百这一点绝对太重要了 往深了看可以看我看他的这个今日美政号称要做这个中文界的这个纽约客是吧 对纽约客当然是是纽约客说实话我看的也不多啊 我看多更多的是大象月刊啊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这些 你要知道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在想什么 然后他们是怎么表达的对啊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推荐的今天我推荐的一个作者 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啊专栏作作家 是一位老太太叫拍给努能啊拍给努能 这是我最爱看的 为什么喜欢他呢 因为他原来曾经是里根总统的笔杆子啊 给里根总统撰写各种检验稿 那句著名的啊 tear down this wall 那那个演讲就来自他啊 所以这老太太给我印象非常非常之深 所以我也非常喜欢读他的文章 而且他的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啊 短小精悍不是说文章的篇幅 而是指那个字句非常短小精悍 甚至非英文母语的这些读者能够模仿 符合我们的符合我们的语度习惯 也也也可以有这个可被模仿的成分 所以我觉得我我郑重推荐他 嗯我觉得都不是呃 不是说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精英怎么想 而是说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个社会本身是怎么回事 对我们很多很多东西可能和这个社会的话 是有一些脱节的 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在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 我们可能会呃 叫什么男权高一点女权低一点 就是重男轻女啊这样 但是现在外面的女权是非常非常呃 这个兴盛的啊 那如果我们对这个不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很很自然的现象 就是你跟你的孩子无法交流了 对你孩子经常你说一句话的话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很惊讶说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我们还觉得挺自然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从来都是这样想的 所以这个就就体现出我们不光是 和这个年轻人之间有有有一些代差 和我们和整个外面的世界会有一些隔阂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能去怪说 我有一个天玻璃天花板 他们都不喜欢我们华裔 他们老去老去提升印度裔 他印度裔他确实融合的好啊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去提高的一个部分 对对 那个其实呢 我我刚刚讲 就是刚刚我们在聊到那么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角度的时候啊 那个很多人都会说哎呀 说也许印度人是因为语言更好 嗯 其实我真的不觉得说语言是唯一重要的 还有文化语言背后就是文化 我是觉得说文化和刚刚才Erik讲的 就是你的学习能力 对嗯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how to present yourself 你怎么表达对 你用什么态度表达嗯 你用什么语气来表达嗯 如果说你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个世界是多么精彩 这个世界是多么多元 而且你能够用你非常简单的 然后是不不不不太那么复杂的这个表达方式 哪怕是有限的几个英语词 用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把它表达出来 嗯我相信你一定会获得 所有文化的认可和赞许 嗯这是我的理解 我想我想最后加一句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主义 现在进步的比我们原来要快的多 那当然我们的我们的后一代的话 有更多的人去做这个领导工作去做点做这样的交流 你看talk show就是就是对这个这个这个呃 是在在在在在在我们这儿叫呃 comedian 就是单口相声的对 有越来越多的华裔 包括呃 korea 面孔非常好对吧 那个金米亚对对对对 包括安德鲁亚这样的出来越来越多 竞选总统这个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我们再不断的往前走 但是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去意识到 然后每每个人去推一把 可能就走的更快一点 对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被这些年轻人抛的太远 没错没错 尤其是不要被自己的孩子 对不要被他们抛的太远 好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欢迎啊我们嘉宾 自荐或者推荐 相关的话题我们 结成的欢迎您到我们纽约的演播室 大家一起来探讨有意思的话题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这个是故意擦